。 我,卷珠莲,我心肠自在,说散就散,歌手是否还会来? 我,卷珠莲,我心肠自在都是本期歌手舞台记演的歌曲。 。 说散就散也是。本期播出前期,传出消息,歌手总导演洪涛将离职。 依时间,下一季歌手能否继续再播出成了粉丝们议论的话题? 。 10名优秀的歌手今晚将进逐四个晋级决赛的名额,虽然媒体都公布了晋级决赛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待在电视机前,欣赏着每个歌手,拼拼着他们表现, 然后看着洪涛一字一顿地宣布着歌手的名字,感受着晋级歌手的喜悦,叛息着淘汰歌手的不走运。 。 本季总决赛前最后一期的竞演就要开始,把十首歌曲曲目编排下,也是反映下歌手六个年头的长路,期待歌手节目的继续。 我,眷珠莲,我心肠自在,说散就散。 玫瑰玫瑰我爱你歌迷依旧。六载欢歌,已成音乐殿堂父亲的草原母亲大和。 是否将成为影子。给孩子一样的歌迷,带来期盼。 红眼睛不哭泣。期待新的三为二。 今晚,华晨宇,腾格尔,霍尊,李全,李盛杰,李小冬,玉可为,张天,苏诗丁,KZ唐定安将共聚一堂,向仅剩的四个决赛名额发起最后的冲刺。 华晨宇的我。 一如华晨宇随性随情的风格,天生会用音乐表达情绪的华晨宇,只要是自己选的歌,每一首读是大招。 这次选择我是为了纪念她的偶像张国荣。 这首歌是华晨宇最喜欢的张国荣的歌,每年都会唱,而且每年只唱一次。 以往演唱我华晨宇几乎都不会做改编,只是靠她在舞台上望我投入,生情并茂的演唱来诠释我。 腾格尔的父亲的草原母亲大和。 本周腾格尔玩完摇滚后回归,又将以草原歌手的形象登录,再次演唱一首和大草原有关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大和》。 以草原歌曲之名并也被称为草原歌王的腾格尔,自然会能更好的诠释这首草原的歌曲。 。 为了能更好的还原大草原的氛围,腾格尔老师不仅带来了马头琴,更邀请了一位同为蒙古族的,戏古级表演艺术家的神秘大咖前来助阵,两位SSR级的合作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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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尊的卷珠莲。 。 。 霍尊作为本季歌手舞台的贴管歌手,从第一次登台,粉丝们就期盼着他的卷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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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家的巧守期盼中,本周霍尊终于要唱万众期待的《卷珠莲》啦。 。 。 为了给歌迷带来更新的视听感受,霍尊又进行了精细的改编,还特意邀请了宋兹衡,耿门斌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奏家一起合作演艺,三人碰撞初级家的音乐火花, 让这首歌呈现出全新的风貌 李全的Summer 2 本周的李全以一首火力全开的Summer 2 好听好看程度之高让歌迷惊叹 我们能想象这一切融入在一首歌里 那种层层新鲜、惊喜不断的感觉 郁可为的影子 他的嗓音有着穿透肌肤与心灵的魅力 他的气质淡然优雅如青柳般纯净无华 他独特的浴室唱腔将故事唱进心里 温暖府为你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八年沉淀 百炼成钢绕至柔 用心歌唱 水滴石川音绕梁 郁可为将写一首冷门情歌英字深情上线 录制当晚 他用独特的浴室唱腔将歌曲中细腻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唱过程中 他还因为太过投入而一度哽咽 KZ唐定安的给孩子 给孩子是菲律宾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歌曲中描写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感动了无数人 而这首作品曾被翻译成26种语言 传唱到世界的许多地方 KZ选择了用中飞两种语言演唱这首歌 音乐和火仁谈又名也登上舞台用吉他为他助阵 两人默契的合作也让作品的动情指数直线飙升 李盛杰的说散就散 李盛杰的嗓音个性十足 辨识度够 现场的经历使其技巧熟练 中气饱满 可说是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生 他以一首大热单曲说散就散 争夺宝贵的晋级名额 李盛杰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将这首歌演绎的丝丝入扣 大戏又不是细腻的演唱呈现出了专属于李盛杰的味道 张天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很多场合 这首歌曲和叶上海都成为了旧上海的一个标志 虽然是本纪年纪最小的歌手 但这次选了一首十分具有年代感的歌 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 生活里动和镜都十分真实可爱的他 在舞台上更是毫不保留的向观众传递着他在音乐中的享受和自信 李小冬的《我心肠自在》 李小冬一感以往深情稳重的演唱方式 选择了人力十足的表演彻底释放自己 唱至憨实还一度随着音乐舞动身体 他还在表演中加入了中国鼓和唐呐演奏 精心的编排为这首歌增加不少气势 苏诗丁的《红眼睛》 他是华语乐坛新声代的超实力唱将 他拥有爆发力十足的声线 高音低音切换自如 他拥有是不可挡的舞台渲染力 时而空灵纯净时而深情狂野 苏诗丁本周写歌曲《红眼睛》 回归歌手舞台 擅长歌剧风大张力呈现的他 将这首歌表达得有刃有余 彩排期间太投入甚至唱跪了 究竟这首歌会有怎样震撼的现场 这首歌是怎么回事啊 在哪里看我会有心痛迪的